我收到了一封来自于14年前的信 上面写着 2019年开封 现在已经2023年了 当时是写给10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 现在已经2023年 整整14年之久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龙 当今 来上来 这个是半今 今天我在无聊的时候翻了一下书柜 然后就翻到了我在初中还有高中 这六年期间写的日记本 当时上语文课的时候老师是布置了写日记 我记得是初一的时候就有这个习惯了 然后一直写到了高三 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目前翻到的就是三本日记本 然后呢 我今天翻了一下高二的这个日记本 就翻到了这个定书记定起来的这几页 就是写着2019年开封 当时是想着写给10年后的自己的一封信 想在2019年的时候拆开来看 结果忘了这件事情了 一直到今天2023年才翻到了这一封信 你看这个定书记 这个定书记已经生锈了 这个定的这个 还有这下边这里也是生锈的 都生锈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是9月份 然后呢 是在刚好上高二的那段时间 刚好就是高二的时候 所以呢到现在还是很久远的 这是真的是一封穿越了时空的信件了 现在准备拆开来念一下 但是可能文笔比较幼稚 思想的比较不成熟 因为我翻了一下 我这个日记呢 主要是记载的就是自己读书的时候的一些想法 包括对生活啊 对学习啊 对感情啊方面的一些 一些想法 所以呢可能会比较 嗯 青春期特色多一点 我现在打开来看一下 因为是定书记 定封起来了 所以我得撕开 我是写了满满的几页纸 在里面写了满满的几页纸 四页 五页 好像是写了有五页吧 那现在就来读一下 我这个2009年 下面还没撕 下面还是定住了 我再把下面给撕了 我写信的时间是2009年9月28号 虽然经历了14年了 但是现在看还是心情有点紧张 有点激动 这个标题是写给未来的自己 未来的自己 你好呀 不知道这时的你是10年后的我 还是20年后的我呢 不过都没有关系 我知道时间并不是你我之间沟通的一个障碍 我知道经过时间的发酵 你会是那么的稳重 厚实 而更加的满怀希望 我不知道你长成了什么样子 你会拥有怎么样的生活 怎么样的妻子 或者怎么样的孩子 后面括号写了 我希望是个女孩 但我希望能和你好好的谈谈你和我 现在的我还在高二 还在高考前的门槛之前 仍然在为未来 在为梦想 在为生活而努力 随时生活也是一日一日的机械般的重复 尽管毫无乐趣 但是对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 因为我相信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改造我的未来 也就是说我可以去改造你 然后后面括号写着 现在的我当然有这个能力 现在的我希望能够闯过高考这一关 现在的我希望走得比别人更远 我想考中山大学 尽管有点困难 但我会尽全力的去拼搏 希望你可以也为自己的事业拼搏 我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走一走 看一看 我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实现这一个简单的梦想 所以我现在很努力的在学习英语 我还喜欢看英语的电影 还有听英文歌曲 陶醉在其中 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在坚持学习英语 但我希望你知道 做一件事情 必须抱有一颗炙热真诚的心 去热爱它 认真的对待才能够做得好 希望你现在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了 现在的我多么渴望能够这样子 所以你千万不要放弃学习英语哦 现在的我确实是 英语口语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就是能够跟外国人 可以没有什么障碍的沟通 现在想想还是 算是实现了 这一个自己曾经的一个理想吧 真希望你现在已经实现了我的理想 能够去到国外去工作 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人 现在的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追求着理想 人就是为了理想而活的 对吗 对了现在的我还认识了一个德国的朋友 他是我的第一个国外的朋友 对了我在高二的时候确实是认识了一个德国的朋友 然后呢 那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是在海边那里认识的碰到的 现在的我想法很复杂 我到底会考上哪一间大学呢 我会不会坚持不下去呢 如果失败了我该怎么办呢 一切我都无从得知 当然这所有的一切答案你是最清楚的 我一直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自己的 虽然我们出生在平凡的家庭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起点的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过程 所以最终的结果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所以都得靠自己 那么现在的你在干着什么呢 是在为家庭而担心 在为事业而迷茫吗 所以相信我生活中是没有过不去的砍的 没有躺不过去的沟 而且你永远是最棒的 请相信我努力做好自己 诚实的工作 不要怕苦 不要怕累 请相信我多陪一会儿父母 别有了自己的家 就忘了自己曾经在父母的怀中长大 你永远是父母心中长不大的孩子 所以要多陪陪他们 都和他们聊天 他们以前也是为了你多么的工作 辛苦的工作 日复一日 还记得曾经妈妈在你小时候 因为你错过了一集电视剧 而去大老远的给你买试纸的事情了吗 这件事情我没有忘记 他们陪我们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让我们健康的长大 而他们却变得越来越老了 头发洗白 脚步蹒跚 所以你需要做的 是无缘的陪伴 陪他们一直好好地生活 并且你并不需要担心过去 过去的我会照顾好他们 未来的你也照顾好他们吧 很遗憾的事情就是 我在写完这封信的一年零四个月之后 就在高考之前 我的父亲就因为疾病去设 这是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 未来的我 每当你难过的时候 请想想自己的父母都是怎么熬过来的 未来的我 未来的我 请相信你自己 我们的未来并不是一个梦 生活很美好 生命很美妙 所以你应该倍加珍惜你 仅有的时间 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不要等到了失去 才懂得珍惜 当你把每一天都当出生命的最后一天 你会发现 生活真美好 有时候我会觉得 其实人生也是一个突破自我 满足自己的一个过程 正因为有了想法 有了梦想 我们才会不断的工作 努力追求 才有了突破自我 收获成功的时刻 我深信 人总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 好了 这就说到这里先吧 未来的我 为了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共同努力吧 这就是我在14年前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有趣的是 我念完这封信 我翻开一看 背后就是写给 写给未来孩子的一封信 大家看到了吗 写给未来孩子的一封信 不过以前自己写字 真的很潦草 字迹很丑 所以都不太好意思跟大家分享 挺感慨的 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 好像当时写这封信的场景 还是浮现在眼前 但是14年的时间 也就是这样子就过去了 当然这日记本呢 也感觉并没有变得很旧 还是很新很新的 就是这些字迹都没有泛黄 一点都没有泛黄 感慨良多吧 看着以前自己写的这些东西 不过看着这些文字呢 还是觉得以前的自己想法挺多的 我翻了一下当时我写的日记 当时主要呢 有几个目标 一个是 也算是理想吧 就是能够 第一个是能够说一口留意的英文 因为当时我看了很多很多厉害的人 在做那些什么英语演讲 我觉得很很厉害 就很想成为这样子的人 所以呢 就是这是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就是能够到国外去旅行 到国外去边工作边那种很自在的生活 这个我觉得我也算是实现了吧 毕竟自媒体这份工作呢 也是可以边旅行边边这个工作的 也算是实现了这个目标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这个也实现了 这个也实现了 但还有还有一个第四个目标 就是做老师 让他们感受享受学习的乐趣 这个是没做到的 这个是没有做到 不知道大家听了我这一封来自于穿越时空 来自于2009年的这么一封信 有什么想法 没想到我当时是写了这么多日记本的 我还没翻过呢 一直放在书柜里边 一直都没有整理过 好像是有五本的 这里只有三本 还是挺感谢以前的自己的 就是能够那么认真的去学习 现在的我肯定学不了了 以前的学习强度还是蛮大的 就从早到晚都是待在课室里边 中午休息的时间都不敢去休息 都不舍得去休息 然后中午都是留在课室里边 没有去午休的 还是在学习 然后晚上当别人关灯睡觉的时候 都是躺在床上 还是在听那个英语听力 一直会比别人多学习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这样子 所以很感谢以前的自己 那么的努力学习 才造就了现在的我 真的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是很感慨的一件事情 以前每走的一步路都是算数的 都塑造了现在的我 所以现在的我是充满了感激 在我的书柜里确实是有很多书的 这是高中的时候打工旅行 当时买的安心的义工旅行 因为当时真的很想边旅行边工作 这真的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 还有我睡了81个人的沙发 我之前旅行也是在做沙发课 所以说我基本上是把自己曾经想实现的事情 真的做到了 特别的特别的开心 好吧 今天就是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一封来自于14年前的 穿越时空的一封信了 因为这封信件是我写给自己的 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 但是对我而言真的是意义非凡 也相信自己的在未来能够正如14年前的自己所说的那样 可以勇敢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